哈囉大家我是比爾 今天看到這個場景呢 我們又來到了JOE這邊 那來到這邊 大家知道就是一定要來個 GOGORO大解密系列 今天呢我們要來解密 為什麼 GOGORO車會突然死機又發不起來 我相信很多 想要買車的車主啊 你一定會上社團爬文嘛 這個文章啊 基本上我們就叫月經文 每個月每天都會有 那到底是為什麼呢 我們今天就帶你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然後就去拆車子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零件 為什麼這麼容易壞掉 那有什麼方法 可以解決 重點是 外面可不可以修 大家看到桌上 這些道具呢 就是我們電動車上面的小電池 我們電動車不都是用遙控器嘛對不對 那他沒開機的時候 他就是靠這個小電池去啟動 你的車子的 那無法啟動的話 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個就是你的電動車 坐墊 太久沒有關 你沒有關啊 他就會只去吃你小電池的電 再來就是 很多人電動車就是 放著很久沒有騎 啊我先講一下 基本上 GOGORO都有個規定 你每一個月啊 都要去換一次你車上的大電池 然後啊很多人就沒換吧 結果啊 大電池沒電了 沒辦法幫小電池回充 你的電就是流失 到最後啊 你可能回來要騎的時候 你就發現車完全打不開 也是因為這個沒電了 這顆就是我們電動車上面的 我們叫小電池 現在新車館都改版成 電品 就是以前我們油車用那種電品 可是現在大多數我們 的車主啊 因為畢竟電動車也出了大概 六七年了 我們 大多數人都還是用這一顆 所以你今天啊 你是想要買電動車的車主啊 你有上GOGORO社團看啊 你就看到一堆文章 說什麼電動車發不起啊 或幹嘛的 就是因為這顆的問題 裡面就是長這樣 那你們看這個電池啊有沒有覺得很眼熟 這個就是18650的電池 然後他裡面就是四顆串在一起 但是齁 最早以前的GOGORO1系列啊 一開始還是串八顆喔 所以其實電量還蠻充足的 那時候比較少聽到 有死機的這個問題 最後啊 他改為這種四顆的小電池 所以他這個齁 就是他的填充物 就是要去彌補他另外四顆沒有在上面的時候 而且啊我跟大家說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像我們舊車主啊 我的車我已經騎快四年了喔 我這個小電池啊 從來 沒有壞過 但是這幾年啊 我發現有幾批車 很奇怪 大家這個小電池 常常會沒電就壞掉 重點是喔 他也沒有坐電開很久 也沒有很長不起喔 但是他的小電池就沒電了 那沒電之後怎麼辦呢 第一個 打給大陸路救援 那你也知道 GoGo的客服 不是很好打 反正你保固內啊 你就要大陸救援 車子拖我去原廠也不用錢啦 換小電池 也不用錢了 但是像我們這種 保固外的車子啊 我們現在有更好的選擇 我們看到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 1860還是有分 很多種 不一樣的電池 顏色不太一樣 他的容量 也不一樣 所以啊 我用這個東西去研判 我覺得啦 個人猜想而已 我們那批的小電池啊 應該是質量還不錯 然後後來可能 畢竟商人還是要省錢嘛 所以後來電池可能用的沒這麼好啊 所以就容易壞掉了 那如果你是像我們這種 保固外的車主啊 如果你真的 好死不死 小電池真的壞掉了啊 我跟你講 外面可以修 而且可以換這種 更好的電池 讓你的壽命可以撐得更久 因為啊 我們 這幾個電池啊 他是 日本做的 容量更大之外 壽命更長 更耐用 那你也知道容量大 你充放的壽命一定會增加 因為他電池不容易用到底 這種電池 就像我們的手機一樣 我們都 不提倡用到底在充電 因為用到底在充的話 等於說他壽命就會更簡短 所以換這種的話會更好 你知道我們的 GoPro大電池裡面啊 也是有好幾個那種 18650串在一起的嗎 然後呢 這種電池的特性就是啊 你只要放到完全沒電之後 基本上啦 電池是充不起來 就等於是壞掉了 所以啊我剛剛不是說嗎 GoPro規定你每個月都要換這電池 如果你沒換啊 電池壞掉的話 不好意思喔 那顆電池要自己賠 一顆 兩萬五 兩顆 就是五萬塊 裡面就是用這東西組成的 然後啊 你外改這個電池啊 基本上我跟你講這個原廠的 跟我們這個容量最大的 應該差一倍吧 原廠的啊 這顆容量只有 1500而已 然後呢 這個改裝的 不是改裝的啊 這個日本的 那這顆日本的容量有3000多 這一顆 這顆兩倍 我靠 所以啊 你換四顆 就原本小電池至少 兩倍的壽命 最後我跟你講說 如果你的電池 真的壞了 你又不想回原廠 不管你保內保萬 你只要不想要回原廠 換原本那種電池的話 因為換了我相信 如果哪天真的 上班遲到 就是因為這個東西 你也會不爽 那你不如來外場換這種品質更好的電池 直接讓你一勞永逸 我覺得會比較快一點 如果你也想換的話啊 直接 私訊 粉專 我直接把聯絡資訊留在下面 你們可以自己去聯絡老闆 那今天呢 我們的 Goro 大節目到這邊 希望有幫助到 各位車友 我相信很多人 會想要知道說 為什麼新版車 改成 電瓶式的電池 對不對 沒關係 我們之後 也會再拍一集 為大家介紹 為什麼它會改成 電瓶式的電池 那對這個 Goro 有什麼好處 那舊版的車主 到底能不能換成這樣的電池呢 想知道的話 記得追蹤 比爾1G31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